传说日本的大米饭特别的好吃 今天瑶瑶就带你们来超市里面 看看他们卖的这些大米 究竟看看他们吃什么样的大米 以及大米好吃的奥秘在哪里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地域限定的米 它们是一个广岛的三次市 三次相当于那种旅游景点了 这个三次的米10公斤要将近4000日元 也就是10公斤200块钱 旁边的这款也是10公斤 价格也差不多 然后你们看看这个叫奥大山 奥大山就是深山老林里面的意思 因为他们日本人坚信 这个大米好吃 一定要住在风景比较美 环境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像岛根的米啊 新蟹的米啊 都是非常有名的 而且他们种稻子 一年只种一次 新蟹的这个米啊 非常的有名 而且呢价格也是挺贵的 给你们看看这个里面啊 他们这个大米啊 就是那种一粒一粒的 基本上它的价格都是在10公斤 200人民币左右吧 而且你们看 透过这个透明的袋子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米粒 基本上是那种圆圆胖胖的 像我小时候吃的那种长细腻的这个米啊 他们这边好像是没有 而且他们这种米的这种小包装的米啊 就是属于新米 就是今年刚新生产出来的这个米 也是卖的比较火的 因为他们说新米比较好吃嘛 而且呢 他们这个米的种类啊 品种啊 地区的这个米啊 特别多 尤其是这种米啊 还做限定版的 就是说我卖完这么多就没有了 他们日本人可喜欢做这种限定的 连米都能做成限定的 而且你们看到啊 这个上面写的什么 一个87点以上 就是说它的这个味道 好吃的这个度 除了普通的这个水稻米之外啊 这边还有很多 像什么黑米啦 燕麦米啦 某期麦呢 就是那种糯米的麦子 日本人除了喜欢吃水稻之外啊 对于这个糯米啊 他们也是非常的喜欢 旁边的你们看这个九州产的这个鸭麦 我看这个鸭麦好像像是就是燕麦吧 应该就是燕麦 他们燕麦叫鸭麦哈 他们除了喜欢吃这个白米之外 这个杂粮米就跟我们国内的朋友一样 咱们也都是挺喜欢吃这种糙米啊 杂粮米啊 玄米啊 这个啊 还是挺厉害的 这个是一个酵素培育的这么一个玄米 就是种植的时候会放这个水果的酵素 这个很厉害哈 除了这种米啊 他们还喜欢吃那种红豆米饭 就是里面又放一些红豆啊 黑豆啊 那种的米饭 日本人还挺好玩的 就光这一个米啊 研究出来这么多品种哈 像这种啊 有添加了GABA 就是有退黑素 就是让你晚上睡觉质量提高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种东西啊 还可以放到大米里 太神奇了 我真的挺佩服日本人的这个脑洞啊 一个品都能研究出来这么多品种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啊 就是这个叫无洗米 就是你不用洗 就直接可以放到电饭锅里加水就煮了 上面写的啊 就是说你用这个无洗米之后 你就可以省水 而且呢 就是缩短时间 然后手呢你也不用沾到这个水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啊 真的是挺懒的 连洗米他都不想洗 他们的时间真的是挺宝贵的 三公斤的话 七十块钱 这个价格真的是挺贵的 这个无洗米啊 煮到电饭锅里 也是跟普通的这个洗米的这个 这个放水量是不太一样的 你看看他们日本人的电饭锅啊 有这个 Okayo就是粥 然后白米 白米就是得洗过 淘洗过的米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无洗米 还有一个是玄米 我家的呢 这个就是得要洗的米 就叫白米 白米呢 我用我家的这个米缸 今天是三倍的这个量 它这个电饭锅啊 正好搭配这个米缸 你看这个三杯米 倒到这里面 然后呢 你加到 加水加多少 根据这个 呃 刻度来看 我这个是白米哈 就是加到它这个三的这个刻度上 你们看看 就有个三 就是三杯的意思嘛 如果是无洗米的话 它的这个水量 就是要的比这个白米的话 要更多一点 看看 我这个大米饭就煮好了 日本的这个电饭锅啊 煮这个大米饭呢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它焖煮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说这个大米啊 特别的好吃 我平时吃这个大米饭 吃的比较少 因为我觉得挺贵的 然后不舍得吃 都是给孩子们吃啊 然后给打工仔吃 明天给他带了这个饭 然后我自己舍不得吃这个饭 因为这个饭贵呀 这个米 我就吃这个乌冬面 乌冬面便宜 给他带米饭吧 他喜欢吃米饭 然后自己做的这个土豆牛肉哈 土豆牛肉胡萝卜 大家去看我做饭哈 我做饭呢 不爱放一些 什么鸡精胃精哈 什么的 你看 大家你看 我就是盐糖 这个也是糖还是啥 这边放冰糖的 我这个就是炖这个哈 就是放一些 这个一个老抽上色 在这呢 我用的是这个日本上的这个酱油 这个酱油就是很鲜 做饭啥的哈 炖菜什么的 就不用放什么 嗯 鸡精胃精啊 它已经就很鲜 这个是一个上级本酿造的 这样一个酱油 非常的好吃 炖 随便随便 随便怎么炖 就放点老抽上色 放点生抽 然后就特别好吃 特别鲜 看 很好吃 没有放啥 就是一个酱油 一个老抽 然后一个盐 和一个两三块冰糖 就可以了 看 给它弄这个米饭吧 这个米 日本的这个米 确实很好吃 给它吃 然后我再加点香菇酱 就可以了 好